哎呀意思就是说就是说如果你你调整好心态就没事了 我要是能调整好我还能过来问你嘛 哎呀看来你的问题比较严重啊 哎呦别卖关子了到底有没有招吗 哎呀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之外了 看来我只能上网找高手问问了 那赶紧尽快在我崩溃之前赶快给我答案 哎你到底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 哦是不是在ESC遇到什么帅哥人家不理你啊 我没有你那么花痴啊 算喽给小明换水吃喽 小明我怎么给你起了这么个不吉利的名字 不好听把它改掉 哎呦那叫小强吧 哎喂我养的是金鱼啊不是蟑螂啊 那你想叫什么 嗯 嗯 嗯 菜爷 那是个什么名啊 中国名 菜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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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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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那个流氓真的没有骗我 这把鸡的真的很贵的 草 喂 张副总早 什么 给他做 现在我宣布一项决议 公司决定把南湖小月工程 给设计师顾飞飞做 老大 南湖小月是我一直在做的 现在主楼已经起来了 那部设计也完成了 突然叫她来接手 什么意思吗 这是上面的决定 你和上面有关系 请问这是上面谁做的决定 这个我不方便透露 我是新来的 南湖这个项目我不熟悉 你让我突然接手 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玉兔会把所有的资料给你 你有一个上午的时间熟悉她 下午跟我们去工地 南湖给了她 我做什么 你就给她当助手吧 这个项目我不想进 这件事已经决定了 你马上去熟悉 你来公司的第一个项目吧 再会 我 恭喜啊 周经理 是谁的意思 张副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 他 不知道 他 这个 给 你 这是你要的资料 费姐 这几天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请多多包涵 非姐 你这是深藏不漏啊 我对你的崇拜 有多加了一百多藏呢 你不要再瞎说了 我真的搞不清楚 这到底怎么回事 明白明白明白 心肠不宣 心肠不宣 以后还请非姐多多关照 谢了 人家都说学历好 不如长得好 长得好呢 就肯定有人操作 人家都说学历好 在公司认识的最大领导就是周慧明吗 难道是他 不会吧 难道是他故意整我 让我被大家孤立起来 周慧明 你这个小人 干爹 今天怎么有空 跟我吃饭呢 你尽早打电话给周慧明了 对 是不是你推荐 让新来的顾菲菲 做南湖小月项目的负责人 不是推荐 是命令 为什么 你认识顾菲菲啊 什么顾菲菲 顾清清的 我连见都没见过 那为什么呀 是咱们那位总经理大人的意思 他 他 他半夜突然打电话给我说 南湖那个项目 要交给设计部的顾菲菲来负责 这个面子我得给他呀 他和顾菲菲什么关系啊 你们多久没见了 有些日子了 你真正欣赏鸭 我倒带消了 有誉吗 看来我真的想看这个顾菲菲 你也都想看嘛 这就好 你不想看这个顾菲菲 我去看电话 你又去看电话 你这次书为了 你去看电话 你干脑又要好 那第一个是谁啊 关雅琴 我连张副总长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啊 菲姐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自己很孤单啊 你知道红师和玉图 他们为什么要孤立你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你做人有目的 觉得你隐藏自己 我 菲姐 跟您走得近的人啊 担心说了不该说的话 反正跟你走得远的吧 又担心你打击报复 所以啊 你是永远都融入不了 这个集体当中了 大家都防着你呢 哎呀 哎呀 我说菲姐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进去 你跟咱们公司上层 谁关系最好 马克 你要相信我 我来AAC之前 公司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的 否则 我应聘干什么呀 我直接来就好了嘛 菲姐 你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 哎呀 要说AAC最高的领导 也就是周慧明了 其他的高层我哪认识啊 你要相信我 好吧好吧 吃饭吃饭吧 我不顾 菲菲啊 将我的心态都清楚了吗 哦 清楚了 有什么不清楚的 温玉桶 菲姐 不明白你就问我 我可是你不住手 别那么说 周经理 喝水 谢谢 来来来坐坐坐 这冷气还可以吧 来 坐 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菲姐 她是你弟啊 我 我妹夫 妹夫的工程 怪不得 宋大强 以后南府小月工程 白小姐不再负责 软油顾菲菲小姐 全面负责验收把关 真的啊 姐 那你以后得多多关照啊 行了行了 坐啊 好 我今天来呢 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总公司 发现你用的阀门开关 不符合国家质检部门的标准 安全性存在很大隐患 还有 ESC的建筑协议上 已经签好了窗户的材料 你不但擅自更换了便宜的材料 还虚报价格 这个 周经理啊 这我每一次进货都是经过你们财务的核实 而且这单子上都有你们财务的改章啊 我们的人 我们自己会处理 但这件事情上 你要负主要的责任 不是 周经理 我们中间一定有点误会 你看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你这种小伎俩 偏偏外行还行 不过你运气不好 骗到了ESC头上 现在你必须把钱给我吐出来 不然的话 马上给我停工 还有 财务部的人 下午就过来查你的账 你好自为之吧 周经理 周经理 你听我解释 我跟你说这个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姐 他是你妹妹 他脱工减料一次出号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甚至来之前都不知道南湖这个项目 是大强在接手的吗 你可是我 我亲戚啊 菲姐 你一来就抢走南湖小鹿 我是不是想包庇曾大强 那 白晓晓 在没有证据的时候 真的不能血口 余兔 南湖之前是你跟的 曾大强的工程队 也是你推荐的 他才来几天 南湖出了问题 也是你的责任 不过菲菲 玉兔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你刚刚来公司 就接手了南湖 偏偏工程队的负责人 又是你妹妹 然后账号就出了问题 说实巧合 谁信你 我说了我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是谁 没让我接受南湖这个项目的吗 周慧明 你怎么认为我呢 你说吧 我看这样吧 在财务部门接手之前 你赶快解决 不然你这个妹夫 可就惨了 大强 姐 你这一次一定要帮帮我 你要是不帮我的话 我只有死路一条 曾大强 你一向都是这个样子的 自己做错了事 还有脸要死要活的 你还好意思来求我 你早干嘛去了 你怎么好意思 做这种事情呢 姐 我 我不想坐牢啊 你把钱拿出来啊 我 钱吗我都花了 在我们家里 是我妈跟我妹的 你花什么钱了 姐 我要是把钱退出来的话 你能保证EAC不追究我吗 我保证不了 不行 你得保证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我 我就去死 那去死吧 去吧 姐 你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 也得看在芳芳和小花的面子上 我要是真进去了 他们古尔巴姆的以后怎么活呀 我真的被你连累死了 姐 你就帮我求求周经理吧 行了行了行了 不要再说下去了啊 那我去帮你试一试 不保证一定能够成的啊 好好好 谢谢姐 我 哎呦 姐 谢谢了啊 走好姐